2014年7月20日 云南蒙买公安巅房接到上级命令 要求将一辆深色大众小轿车 拦截于边界之内 大众爷爷 来了 停车 停车 别动 开车门 车辆虽然被及时截停 但车内人员仍赋予网卡 并没有束手就擒的迹象 男子提出的条件实属荒唐 那么他手上又有何筹码 即使被团团包围 还有余地跟警方提条件 所发生的一切还得从一天前说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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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截匪打来的勒索电话 电话内容我们言简一概 十万二十万三十万都行 你们看着给 之后 截匪又发来一个银行账户 信息中只有一组银行账号 至于家属发出需要多少赎金的提问 截匪并没有回答 从这一点可以看出 这伙截匪此时已经完全乱了阵脚 但他们的思绪越是凌乱 狗急跳墙的可能性就越大 白女士也就越危险 上午十一点 蒙买边防公安接到上级命令 对边境通道进行设卡拦截 就在警方对一辆越野车力刑盘查时 被劫持的嫌疑车辆突然出现 汽车轮胎被扎破 之后又与停放的警车相撞 警方立即对汽车进行合围 但劫匪仍富于顽抗 并且以白女士的生命安全走威胁 不断地恐吓边防民警要求放行 此时后座的车窗打开一条缝隙 劫匪试图与民警进行正面交涉 民警不停地将劫匪的情绪稳住 而此时一名身穿绿色T恤的男子 从窗户里爬了出来 边防民警要求先确认人质的安全 但劫匪丝毫不予理会 声称必须要过了边境才能放人 由于车窗玻璃贴了深色的车膜 警方无法判断人质是否安全 而嫌疑人又始终不让民警靠近半步 场面陷入僵局后 几名嫌疑人突然发声 几分钟后 增援的警力感动 而绿色上衣的嫌疑人 却做了个疯狂的举动 他将油箱盖打开 拿出打火机在上面比划 并放出狠话 如不满足他们的要求 将与人质一起同归一尽 然而这一切都是他无聊的把戏 僵持不下多久 他就与两名同伙在密谋着什么 警方发现 一直躲在车内控制人质的嫌疑人 应该就是团伙的头目 与此同时 四名男子的身份也得以确认 调子最高的为某名 25岁海南人 车顶上在怀疑人生的杨某 20岁云南本地人 草地上闭幕养神的陆某杰 22岁广西人 而幕后的操纵者田某杰 31岁湖南人 根据掌握的消息表明 此前他们几人并没有任何交集 只是临时搭建的草台班子 经过几次轮番的交涉 劫匪最终同意了警方查看人质的要求 但要求民警靠上双手 最终民警拍下了一张人质的正面照 已经是满脸伤痕饱受折磨 他应该是坐车吃刀 刀刃可能有得七八公分长 对着这个脖子 对着这个脖子 对着这个脖子的话呢 他应该是爬得起 血靠爬的 基本上爬得起 他就放的枪到了 放的枪到了 如果他现在不松口 天河之前我们的屁就安装了 时间紧任务重 现场指挥将营救方案初步认定 先同意对方交换车辆的要求 同时突击队员分两侧刺激强攻 为确保行动的万无一事 参战特警进行了一次实地演习 最终营救方案确定 以制高点的狙击手为主 地面强攻为辅 现场民警一边安抚劫匪的情聚 一边做出营救部署 这时 李书记提出由自己替换人质 这是为了人质的安全 也是为了让抓捕工作更加的顺利 几番交涉后 劫匪最终答应了下来 但提出必须李书记先上车 等确定已经将他完全控制后 才能将人质放走 交换车辆的过程中 劫匪为某名相当警惕 他将破胎器横在路中央 防止之后警方的追逃 但他不知道 自己已经蹦得不了多时 准备工作就去后 一直在车内的田某骑下车 人质也暂时摆脱危险 而紧张地抓捕工作 以几颗烟雾弹的投放随之开始 人质最终安全脱离险境 犯罪嫌疑人田某骑 被狙击手当场疾病 韦某名 杨某 陆某杰被当场活紧 等待他们的将是法律的审判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